是有点费劲的 好 上次在周三的时候 我们又学习到 学校第十一条的这些翻译 第一条十二条都学 第一条是join fee 也就是参与的费用 如果是翻译成 比较正规一点的中文 就是与会费 与会就是参与 参与咱们协会的费用 如果是 就是与会申请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就是与会费 不 就是与会 与会的申请被批准的话 那申请人在缴纳与会费之后 开始重回会员了 他这个翻译是非常的标准的 申请人在讲了入会费后 这个on就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The applicant becomes a member on payment of the joining fee 这个on就是指 一旦一旦交了这个之后 一旦交了之后 或者是 它至于正常的这个动作 是稍微 就是交费在前 成为会员 在那么一丢丢 就是交完费之后的那一丢丢 所以这个on 就是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它这种翻译是非常的标准 然后入会费为 是这个入啊 入 sorry 是入啊 入会费为什么 它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根据财政年度的 剩余天数 然后按比例收取的年费 或者是不时的 通过全体成员大会 决议而确定的数目 也确定的金额 所以说它说入会费是金额 这种搭配也是正确的 入会费是金额 然后这中间的这一块 都是修饰什么样的一个金额 这样来确定它 好这是我只有把这个 第十一条翻译出来 是入会费 入会费 OK 好的 那第二十二条 就是上次我们有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入会费跟年 年费 它们之间区别是什么 我有看到 小军老师 有尝试去回复 有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还有没有 别的意见 就知道怎样的去 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吗 什么样的情况下 入会费等于年费 who knows 这是我的问题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I'm not sure 可以吗 金领同学说 入会的那天 刚好是财生年的第一天 这数据也算得很好 anybody else 还有没有别的人 别人还有没有意见 满一年的会费 会员缴纳纳的会费 真是如此 满一年的会员缴纳的费用 这个金领同学和文化老师说的 都是一样的意思 真是的 就满了一年 然后 它其实是 做一个新的来说 入会 入会的那个人正好 是财务年的那一天 它就是 入会费等于年费 在我们的实际操作当中 因为我们只有两种费 两种费 一个是全费 一个是办费 办费只有下半年的时候 交的时候才 才是办费 也就相当于是在 1月1号之后 因为他们的财务年 是从7月1号到12月30 是上半年 12月31号 然后1月1号到6月30 是下半年 也就是下半年交的 它都是属于 属于办费 然后上半年交的是 全费 所以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实际的 这个操作当中来说 就是上半年 跟全 跟上半年的 joining fee joining fee 就等于 等于 会费 对于年费 那上半年交的 就是从6月 7月1号到 7月1号到 12月30号 7月1号 OK 12月 静静同学数学特别好 30一日 这个中间交的 就是等于 这个时候是 入会费等于年费 这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 它就相当于 您在这个时间参与的 你就相当于是 要交一个全额的 整年的费用 就交一个年费 然后到了1月1号之后 它是交半费 但是这个算的话 就是跟静静同学说的 我想文化老师说的 也是这个意思 正好满了一年 然后你再参与的时候 再交的时候 就是这个费用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来 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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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的 这个翻译 跟第二条一模一样 跟C的R的B一模一样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is the amount 它也是一样的 它是什么 就是 我直接的写 年费 就会员年费 好 就写个会员年费 会员年费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 它翻译就是 会员年费 会员年费是 会员年费 是不是的 为什么 通过全体成员大会 决议 而确定的金额 就是这样来的 第1条 第2条 第2条 我们再往后来学 第1条 我们刚刚学了 第2条 所以愿意上来读一读 2 3条 一起读 然后把它翻译一下 口译一下 讲述一下 也可以 so who would like to try 所以愿意 上来尝试一下 ok 请你同学 有请 是 2 each member must pay the annual membership fee to the treasurer by the first day of each financial year or another day determined by th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yes what does that mean 就是每一个会员 必须 必须向秘书 缴纳这个 年度的会员费 在这个财政年的第一天 或者是 其他的日期 这个日期是有 委员会 时不时的 不定时的召开了 呃委员会 所决议的结果 呃 所决议的结果 来决定的 决定 yes 我们正好是委员会交的 有谁愿意上来读一读 a member whose subscription 这个 what 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 a member whose subscription is not paid within three months three months is after the after dual date sees to be a member unless the committee determines otherwise yes perfect 那请你讲一讲 开什么意思 就是 呃 如果在 如果在约定的日期 呃 停止 停止 呃 对会员停止 呃 就是 在约定的 日期 停止 对会员 在三个月 在这个日期的 之后的三个月之内 这个 这个 没有 没有 没有交钱的这个会员 嗯 呃 他这个 这个whose 这里是 他的那个 他的这个 定义程序 是不是这一块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定义程序 cover到哪里 就从哪里开始 到哪里结束 在那里结束 but they do that sees to be a member 在那个 data 在那个data 之后 就是在 data 截止 这个定义重句 yes perfect 这个读date 就是 不要 特出来 date 因为 一一不发音 date date a member yeah 那就是 主语是 a member 位于 sees 然后tubia member 哦 是 就是这样 主卫兵 主卫兵拎出来以后 我们翻译的时候 就非常的清楚 好 请 是 请 金金同学 再来为我们 尝试翻译一下 嗯 在 在约定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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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之 呃 在约定的日期 之后的三个月之内 没有缴纳 会费的会员 终止成为一个会员 除非委员会另有决议 非常厉害 yeah that's correct thank you so much that's it 这个就是一个 主干的就是说 这个会员将会终止为 终止成为会员 将会停止成为会员 也就是他再不再是会员了 就这个意思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终止成为会员呢 他是 他的会费 这个subscription 这里的也是要左话 金金同学 subscription 这个是因为scription 是在重音音节上面 所以 is后面 k k 要左话整个scription 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 他的 因为他的那个会员没交 三个月之内 都没有交 本来是 本来是7月1号要交 他到了9月30号 9月30号还没交 就这个意思 他这个时候就要 停止成为会员了 他就会员 会员资格就终止了 就是这个意思 yes perfect 好 这个subscription 需要我们知道的 它是一个会费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单词 subscription是指订阅 订购款 或者订阅费 这个我们的就是指会费 看到了没有 尤其上你看俱乐部的会是慈善机构 定期的捐款 定期的这个费用 真是我们所要的 我们是属于慈善机构了 我们非盈利组织就是慈善机构 注册成为非盈利组织 成立的那一天开始 它就是一个慈善机构 所以这个时候是指会员费 也就是会费 就是指membership fee 就是我们的membership fee 也是一样 用一个单词来表达了 就是subscription 我们再听听他的读音 sub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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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subscription yes so that's it let's go ahead ok 那我们第二部分 不是第一大章节 第一大章节关于 第三部分的第一大章节 关于这个membership这一块就学完了 我们要进第二个分节 第二个分支是 关于我们入会了之后 所拥有的这个权利这一块 好那接着来第四三条 谁愿意上来读一读 然后也讲一讲 不会的话大家互相的 上卖互相参考一下 好吗 yeah it's your time to practice now 好 小菊老师 请您来讲一讲 读一读 Hello adieu are you with us 在下吗 小菊老师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小菊老师的声音 大家听到了没有 大家有听到小菊老师声音吗 没有啊 好的 那 我们再等一等 谁愿意再来读一读第十三条 关于我们的 整体的这个 rights of members 就是会员的资格的一个总概述 总概述是这个第二条 第二条总概述就是会员那些大级的这个资格 hello who is speaking are you 我的麦克风 不知道怎么会是不能 没有声 我用手机上来的 嗯 有的时候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 好 您讲 您可以看 您可以看的屏幕吗 看得到 看得到 嗯 嗯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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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3 呃 还有前面的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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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of members 呃 division 就是 division to 是第二 第二部分 嗯 第二部分 rights 权力 谁的权力 谁的权力 of members 就是会员们的权力 呃 13 13 13 呃 general ge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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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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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of membership when or yes 是第一小条 subject to clause 14 in practice 2 就是根据 第14条当中的第二小条 a member may exercise the rights of membership 是说 根据 根据第14条 第二小条 也就是这个占成的 紧接的下面的 第14大条 其中的第二小条 会员们可以行使的 权利 可以行使什么样的 可以行使权利 of membership 是 这个是 资格 会员资格 会员资格 什么人的会员资格 他的 或者他的 男他的 或者是女他的 男他女他会员的名字 因他 因他的 被 因他的 是 进入了 in the register 进入到 花名册里面呢 嗯 yes perfect 好 这一条的话 就是 小绝老师的声音是有点断序 是吗 大家听到 是 哦 应该是 我听到您讲的有点断序 是我的问题 不知道 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正常吗 现在正常了 嗯 好的 好的 这里 小绝老师 请您正确的翻译一下 这个问是什么意思 呃 问 问在 文来 哦 问是单 单 yeah yeah 当 他的名字 写入 化名册的时候 写入 化名册的时候 就是当 录入 化名册的时候 这个单词 请您再读一下 好吗 呃 呃 呃 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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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perfect entered 对 entered yes perfect 那他就是说 是根据这个 咱们这个章程的 第14条的 第二小条 他就是一个 一个会员 他能够行使权利 行使会员的权利 membership 也不是指会员的 会员的权利 行使会员权利的时候 就是能够行使会员权利 他能够 就可以行使了 他也可以不行 当然就是谁他自己了 when his or her name is entered in the 就是当他名字写入 这个化名册的时候 还要结合第二条 因为第二条就是说 他一旦成为会员了 他不是立即就生效 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利 是可以立即生效他的权利 但是他的那个voting的权利 就是投票的权利 他还要hold住10天 也就是说 他只有10天才能够去投票 当然他一交费 在这里就是说了 他一交费 他的权利就可以生效 是不是 这个on啊 这个在这里 是哪里有一个on 你看在on 14A那里 14A的时候就是 然后一旦批准 他就成为会员 批准缴费成为会员 那成为会员之后 这第13条的大体的 这个大体的这个权利 第一条就是说 他是能够 一旦成为会员的话 他能够执行他的 执行他的这个会员的权利 就当他的名字 记录了化名册之后 那这个时候 但是他的那个权利 还是受制约的 受14-2的制约 14条的 第二小条的制约 就是除了这个权利之外 他是不是除了这个权利之外 是这个权利要hold得住10天 不是立即生效的 是这样子 Thank you so much adieu 好我们再接着来 那下面的二 有请Grace来读一读 然后翻译一下他 好吗 好 答案老师 Yeah 谢谢adieu you're amazing Hi Hello Yes 好请您来 读一读他 第二条 是 我来读一下 创意的 不知道能不能 忘了 好久了 没学 嗯 大家能懂就可以了 嗯 好的 2 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A is not capable capable be not capable of being Jan J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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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字忘了 Janford 对 尊音在第二个音节上面 transfer trans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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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be terminated on the pest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d r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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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otherwise yes 我的特别好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你在读一读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transmitted transfered transmitted right 好 来翻译一下 好 来翻译一下 a right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 right membership a right 是什么 权力 权力 yes yes right 协会的 membership 是 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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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成为会员 会员 的意思 会员 会员资格的权利 以及 对 就协会 会员 的 协会的 会员 资格 对吗 的权利 有两个off 第一个off 是 协会是修饰 这个会员 资格 是协会的 会员资格 的权利 好的 从后往前翻 好 协会的 会员 纠格 的权利 yes yes is not capable in 权力 权力 是什么 他的 be capable to off 这是一个 是一个 持组 大家可以 即使把它 记一下 这是能不能 的意思 be capable off 这是一个 词组 然后它本来 是能的意思 be capable off 是可以 但是它中间 加了一个not is not capable off 那这个时候 是不能 不可以 不可以 后面它加的是 一个动词的 ing形式 要加 因为off 是一个介绍 词组 后面要加 名字形式 或者动名字 形式 所以它把这个 be改成了ing 形式 是动名字 transfold 是转换 转换 就是 比如说我的 我成了会员 比如说我的会员 名字 是enit 我给转给你 转给grace 这个是不可以的 就是不能转换的 也不能再去传递 transmitted 这次我们在学的时候 有个Lotus 它查出来 transmitted 是指 再往下传 有grace 比如说我传给你 你再传给别人 这个transmitted 就是三者以上的传 transfold 是两者之间的传 yes 也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传都不行 何况还要 往下传呢 就是这个意思 不能传 也相当于是 它是实名制的 这个实名制 是不能更改的 就是你的实名制 你要就要了 你不要的话 它就弃权了 你就resignation 你就退出就行了 它不能说 把你的这个名额 转给别人 就是这个意思 yes 我们记得了 记得了上次 学过 yes yes amazing 好 再继续 你把A再翻译一下 yes 就是不能转换 或者承让 给另外一个人 对的 好 再逼一逼 停止 会 停止 这个会员的资格 嗯 什么 为什么要停止 因为他 可能是死了 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对 这个 它是 就是中止 中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中止了会员的 这个 on the cessation of terminus 是中止 在这种情况下 中止 是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s 是什么样的 是要么死亡了 要么就是 辞止了 辞退了 或者其他 好像近期有听说 我们的会员 有一个人 止退 就是因为 其他的原因 止退了 就是身体状况 不太好吧 so that's it that's it 好我们 yeah 这是非常的 切合实际的 就是 怎样的才会 使会员生效 当然 我们自己的会员 我们自己的会员 这里 还有 附加的条件 就是要看了文 看了文 写读后感 OK So yeah Interesting 我们下次再来咯 OK Thank you See you Toma